这个网址上课用到的那个像讲义部分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范例档都会放在这里 那这边当然有之前上课编的讲义,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参考,其他有一些参考用书的一些相关资料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那最新的那个讲义的话,其实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为主 OK,所以这个,然后其他的相关练习题 也有练习题跟答案,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稍微练习看看 OK,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答案也把它放在上面 另外的话每次上课我会把它录影下来 所以回去的话,假设各位有一些问题 其实可以再把那个课后的影片 稍微看一下,稍微把它再复习一下 另外的话,就是有关每次上课的那个 包含就是说一些公式,一些解答 其实云端上面也有放 所以比如说包含我们刚刚讲到是 那个IPT加LEN等等的 当然有一些公式 有一些函数我没有特别讲到 包含就是说Lapt,像Right,像Mid 这个都还蛮重要,像Twin 这个其实很重要,可是可能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充裕的 所以请各位回去也可以练习看看 比如说Lapt,抓前几个字 像这个的话,如果我要抓 假设我想要在这边 产生的结果是无先生 所以第一个字先用Lapt 判断他是男是女,如果是男生加先生 女生的话加小姐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可能他搭配if,这个可能要想一下 像Mid的话,比如说像这一题 我如果想要知道说 这个人的性别是男,是女 那当然我可以先 从身份字号的第二码先抓 是1,那就是男 2的话是女 那这地方要怎么做 当然云端上有答案 也许各位可以试桌看看 另外的话这边其实Mid 比如说呢,从什么 从开始就是从第一个字 取四个字 所以这一题也可以用Lapt 如果用Mid的话 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 选择那个什么Mid 不过这一题有个地方蛮特别 Test就是抓他的文字 然后从哪个字开始 从第一个字开始 要几个字,要四个字 有没有 0551,没错啦 按确定 可是呢,这一题有一个陷阱 什么陷阱 常常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 奇怪,我明明要0551 可是结果为什么 它显示出来的 却是这个公式呢 其实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个公式的话 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原来的儲存格 假如按右键儲存格式 假如原来的格式 是文字的话 也就是如果假设 你以后要这样的结果很简单 你把儲存格式改成文字 输入完之后就变公式 而不会是 它最后的结果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要怎么改回来 很简单嘛 把文字改为通用不就好了 OK,按确定 选通用 然后按确定 可是这时候没有出现 原来应该正确的结果 那怎么办 没关系,游标再放在 资料编辑列 打个勾就可以了 有没有,0551 向下填满应该OK了 从第八个字取五个字 所以 这边可以改 从第八个字 有没有 取五个字 第八取五个字 那应该是Sunny 还是要打个勾 改错了 应该是改下面 应该是改这个 第八个字 取五个字 OK,那以此类推啦 其他部分的话呢 就请各位 自己再稍微练习一下 OK Twin的话呢 比较特别一点就是 如果我今天 假如用Twin 这边有个TR IM这个 按确定的话呢 给他要的资料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这个 英文的部分 是没问题 英文 单字有问题 我建议这两个不要 这两个会混淆 如果是英文的部分的话 字跟字中间一定要保持有空白 所以它不会去掉 但是中文就不一样 中文的话呢 它的字跟字中间不需要空白 可是Twin的话 它只能够去掉 这个 多余的空白 可是如果 像中文怎么办 所以其实 中文应该 就不能用Twin 你可能要换另外一个函数 哪个函数 其实我想到的应该是用 所谓的 substitute 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有一个叫做 substitute 这边 s开头的 按确定之后的话 自给它 older test 就是一个空白 所以你双引号 空白 双引号 然后取代成没有 没有的话 就是两个双引号 这就没有 把空白 帮我取代掉的意思 意思是说 我把这些都清掉 所以你会发现 中华民国里面就没有空白 但是如果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嗯? 不对 substitute 这个中文OK 但是英文就不OK 那我 对啊 那你想说老师 那不对啊 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 如果我是中文 那就帮我用substitute 如果是英文 那就用什么 那就帮我用那个什么 用twin 那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判断 那怎么判断 这个时候的话 我好像在云端上面有加 你可以用那个 文字类里面有个叫call call的话 就是内码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我把一串字给他 他只会抓第一个字 他如果这个编码方式 假如呢 他的里面的call 假如说大于多少 其实理论上 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 这边有个编码 中文 一定不在这个0到多少 0到127之间 那只会是数字 跟英文 所以呢 假如说呢 我们有个规则 假如说他的这个call的结果 是大于127的话 那显然他就不是英文 那你理论上就是中文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做一个逻辑判断 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用如果 可能要用逻辑 如果 这个里面的call 所以用一个code call 括弧 假如说这个的里面的结果 大于127的话 那显然他是中文 那我用subtitut 如果他是英文的话 那用twin 然后把a3给他 这样就可以了 诶 有没有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 他这个就会 向下填满 因为他这个call的结果 那应该是大于127 所以他会用subtitut 向下填满的话 那因为i这个字 他的编码是在73 所以他显然是小于127 那我用twin 那远传电 这个也是啦 有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 延伸出去 就是多一个逻辑判断 那用什么 用call 所以哦 内码部分 你们可以顺便学一个call 然后呢 如果要取代的话 可以用subtitut 或者replace 不过replace好像没那么好用 那twin的话 就是去除多余的空白 其他wish 请各位就是多多练习 然后我们有学到一个rep加len 另外有concade 然后呢 并且 再延伸出一个test 那另外呢 我们就是计算那个 年次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其实计算完之后 可以再做一个统计分析 就是 这一个 会员资料里面 哪一些 这个族群最多 ok 这里我延伸有讲到 有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所以 请各位回去呢 就多多练习一下 另外的话 今天其实讲的还蛮多的 另外就是 录制聚集 并且把它变成按钮 ok 那今天的部分 我有把整个过程 有录制下来 所以你今天假如有填 那个问卷 然后有留mail的话 那我待会会把这个影片 转档完之后 就寄到各位的信箱 ok 那最后的话 今天的课程不晓得 大家对于这样的流程 啊 这样的上课方式 有没有什么什么问题的 还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ok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 ok 感谢大家的参与 ok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ok 拜拜 拜拜 对今天进度 是真的比较快 所以回去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ok 因为我怕上不完 ok 好感谢大家参与 拜拜